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正式开学超过两周了 在开学的第一周 我们主要进行了相关课程的试听 然后再根据你试听的情况和结果 去调整相应的选修课 第二周的课程就相当于是你最终的课表了 好 废话不多说 跟着视频来感受一下 在商学院上可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你知道英国平常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吗 根本不是那些蓝天白云 不是什么晴空万里 平常英国的天气就是这样的 灰蒙蒙的一片 而且又冷得不行 反正我一回房间 就是一直开着暖气 从来没有关过 快走 因为从学生公寓走到商学院 他要走十几分钟 我就会习惯性带着Airport 一路听歌听过去 我的专业目前就在两栋楼里面上课 一个就是外面写了Business School 也就是商学院的Eberconway Building 这一栋楼外表朴实无华 它的内部也算不上宽敞 而且它的教室也确实不是很大 另外一个上课的地点叫研究生授课中心 也是属于商学院的 我们一般称之为PTC 这里的教室就大上很多 有趣的是在某节课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次不记名调查 你选择来卡迪夫大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结果最多的人选择了 这不是我的选择 其实上了两周课 也确实感受到 跟我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 教学方式方面差异非常大 我们每一门课一周只会上一次课 然后老师会布置阅读清单 让你课后课下去阅读 这些阅读清单上的内容 都需要你自己去找出来 然后自己去读 而且你也不知道老师到底会怎么考你 所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 最后我想顺带提一下日常吃饭 在英国生活 我现在爱上了使用烤箱 毕竟不想做饭的时候 直接烤一个Tesco超市的特价披萨 1.5英镑的成本 解决一顿饭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毕竟这里一个三明治都要2到3英镑 总之呢 目前的状态其实就是 艰难阅读 艰难停课 艰难生存 这个状态和旁人眼里的那种 高大上的留学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OK 以上就是本期Vlog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cept Video cé宣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